馬安 大家好 歡迎來到星期二賽馬檔案 我是世榮 又和大家見面 今次星期二賽馬檔案 這個節目是想大家有些新思維 去比較馬力的線頭 好像我們有些馬力的線頭 好似我們有些馬力的線頭 我上個禮拜和大家說九寶 我說贏龍骨飛羊也很容易贏 所以最後你都見面 蘇明倫贏得很容易 事不宜遲說之前 希望大家右下角有個訂閱仔 訂閱我這個頻道 今晚有很精彩的隔夜飛羊 財經超煙情 沒錯過 今次明德之星或東方綠應該會是大熱門 但為何我兩隻都贏過 為何我要選東方綠羊登擔精英 可以看回當時 唐明德之星甚麼119磅 只是贏登擔精英多少 你會見到當時登擔精英是跑第三 輸兩個半馬位 但當時仰仰13磅 119至132 你說甚麼少了13磅 或是平磅 應該這樣說 可否反先明德之星 今次的檔位都好 雖然沒有了潘盾 都應該夠反先 至於東方綠更誇張 東方綠輸給明德之星那次 雖然有一檔 但他只是輸頸給明德之星 當時大家都負124磅 你看回明德之星這場比賽 贏完寶時代 但今次他贏完要加分 他負130磅 就會跟126磅的摩尼拉有些距離 沒理由4磅反先不到頸 說不通 所以上次放得太快 1分15秒 一同三班時間更慢 所以這兩隻都會贏到明德之星 我想最好的投注策略 就是這場買對控 甚至乎兩膽可以單Q位置Q 甚至乎一膽三腳 拖回後面的配腳 都可以 但比較底的方法 應該是50這兩隻買WIN 或者上下孖寶都可以 今次節目時間差不多 看這個局勢就知道明德之星贏不了 下次再和大家分析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一會再見 拜拜